今天又要來檢討年輕人了 大家好我是Paul 周一到周五英文去讀 什麼叫檢討年輕人 我這個報導說Gen Z跟Young Millennial 他們怎麼了呢 我都有點Gen Z是2000年後生出來的 那其實他們也很多都已經20歲了 20幾了 那再往前的一個世代就是Millennial 其實也就是在千禧年前生出來的這些人這樣子 詳細的年份我真的有點常常會想不起來 那我們就不講究了 但總之就年輕的 現在正年輕的世代了 這報導說的是他們現在啃老啃很厲害 啃老就住爸媽家裡 然後就不付水電房租這些的 他們就錢比較多 他們錢比較多就拿來買一些奢華品 所以現在奢華品的這些品牌就比較賺錢 所以他們觀察到的是這些Gen Z跟Young Millennial 沒有再花錢這樣子 所以我們今天要檢討他們就是啃老啃的很嚴重 那而且他們就在家裡住的話 不太需要花費日常用品 所以我們今天特別focus一個字叫做日常的用品 日常的必需品 你如果你有程度的話 你大概已經猜到這個字是什麼了 但無所我們先看下來 所以今天看到比較多生活上的字 來吧 所以我們先看到第一個講的字 我覺得是這個生活開支 Cost of Living Yes OK 這一段我們就先讀一下 As inflation and the rising cost of living pushes young adults to move back in with their parents Many are returning Many are turning to Gucci, Chanel and Louis Vuitton to lift their spirits 所以這個是一個as就是當的句子 當什麼什麼是怎樣呢 那豆點後是另外這個句子 所以當inflation就是通貨膨脹 以及就是一直在攀升的生活開支 So as inflation 第二個and the rising cost of living 所以就是生活開支的上升 所以當這個事情 Pushes young adults to move back in with their parents 所以推著他們搬回家跟父母住 所以you move in with somebody 把這個back拿掉無所謂 就是跟誰同居在一起 所以跟誰同居不一定是跟你有愛人同居 你跟你父母同居也是一種同居 都是一種cohabit So you move in with your parents 就是你搬到父母家跟他住在一起 所以這是兩個介系詞的 Move in with somebody 所以他們本來可能搬出來 現在在搬回家 因為生活過不下去 所以當這件事發生了 逗典後主持眾辭 很多人就轉向了去買Cushy 買Chanel 買Louis Vuitton 來提振他們的精神 So many are turning to these brands to lift their spirits 好酷 所以我們剛剛看了一個重點 叫做cost of living 當然另外一個詞也看一下 叫living expenses 就是生活開支 所以剛剛這個是生活的成本 cost of living living expenses的重點在於 expenses這個名詞 上面則是cost這個名詞 所以這兩個其實都是名詞騙語 只是說它會有一些東西附加在上面 形容的部分這樣子 所以這兩個重點都不是living 重點是一個是cost 一個是expenses 所以cost of living 或living expenses 酷 來再看下去 所以這邊說的是 還是s的句子 所以隨著年紀比較大的 這些gen z 以及比較年輕的millennial have their rent and food paid for by their parents their discretionary spending increases alonging them to buy up more designer handbags watches and jewelry 好 所以又是一個隨著或當的一個連接詞的開頭 所以當隨著 這gen z跟younger millennial 我剛剛是不是把他年紀倒過來講 會不會是millennial才是比較新的 gen z比較舊 有時候I get confused 我只知道我是gen x and that's all I care about No I shouldn't say that I care about everybody No I don't 好anyway 所以這裡這個s甚至翻譯成因為都不錯 所以因為這個gen z跟millennial 他們的rent跟他們的食物 都是被父母給付掉了 so they have their rent and food paid for by their parents so you have these things paid for by say 所以have這個動詞的用法 在這邊就算是認識一下下 我們一般可能理解為那種十一動詞 you have something 然後加一個原型動詞 可是不是只有原型動詞可以加下去 你可以加被動的或甚至主動的ing的 所以這裡是他們有把他們的租金 房租跟他們的食物 是被父母給付掉了 所以動詞是have沒有錯 so they have their rent and food paid 好聽懂 OK我就自己只用講了而已 所以他有他的rent跟food被付掉 have these things paid paid for OK 被誰 buy their parents 所以這裡是pay for是一個動詞片語 所以並不是paid for by 不是說for跟by走在一起的 paid for是走在一起的 那buy是被誰付的這樣子 好 所以因為他們這些錢被付掉了 所以他們能夠自己去支配的花用就增加了 對不對 所以下面才說 鬥點或主持動詞 their discretionary spending increases 所以這裡一個名詞叫做discretionary spending discretion這個字 其實就是你的判斷 OK我記得我好像幾個禮拜前講過 很多時候我們在看電影的時候 電影前面可能會有一個disclaimer有沒有 尤其是當如果這個電影是那種R級的 他可能就會說 這個電影裡面有包含裸露鏡頭 粗俗語言暴力什麼這些的 所以呢 你自己斟酌要不要看 Alright so the following film contains sins of violence nudity course language 什麼這些的 然後他接下來就是說 viewer discretion is advised 所以viewer discretion 就是觀賞者的判斷 所以我建議你用你的判斷來去判斷要不要看接下來這部影片 so viewer discretion is advised 被建議這樣子 所以discretion判斷 right 你的judgment 所以什麼叫discretionary spending 我認為我這個月應該買這個東西 而不應該省下來 好 我應該省下來不要買 我應該買A不買B 這些的這樣就叫做discretionary spending ok 那他都來自什麼 他都來自是一個就是你 你能夠 我們講說你的收入叫income 對不對 所以這些Millennial或者Gen Z 雖然說住家裡 可是說不定還是有工作的 那他們還是有income的 那他的income可能必須cover掉一些日常用品 他自己個人的 可是會有一部分是能夠隨意支配的 那那個東西我們叫他disposable income disposable income 那disposable income disposable income的一部分 就可以當成是discretionary spending 至少在剛剛這個文章裡面 他是這樣子描述這件事情的 所以我們把那個地方稍微走一下下 discretionary 接下來這邊我們看一下另外一個句子 這邊用when來當開頭 那跟前面剛剛兩個句 正好就是我們前面兩句用as來當開頭 其實都可以翻譯成當怎樣怎樣怎樣 另外一件事情就怎樣 或者翻譯成是因為一件事怎麼樣 然後就怎麼樣 所以就怎麼樣 那這裡when的話很清楚的是當 所以當年輕的這些成年人 young adults free up their budget for daily necessities 所以就是有這個自由能夠解脫掉 不用付這些日常的生活日用品 我們今天要講的重點子來了 daily necessities 就是我們講的日常必需品 daily necessities so when young adults free up their budget 所以把他們的預算解脫掉了 不用付這些東西了 free up their budget for daily necessities 也就是rent and grocery 租金跟一般的日用品 grocery ok的 才沒有人講出差 那這個daily necessities 我們再看一下下 剛剛說的是日用品沒錯 necessities就是名詞 那你可能比較熟的是necessary這個形容詞 ok的 大家最熟的大概就這一個 那事實上還有另外一個動詞 叫做necessitates 這個托福亞斯還蠻常在閱讀中出現的 我們就講一下下好了 他的利用法其實很簡單 如果今天是x讓y這件事情變得有必要 你就直接說x makes y necessary 那你也可以把它變成動詞 也就是x necessitates y 就這麼簡單 so x makes y necessary or x necessitates y 我們分別就丟兩個內容進去試試看 所以我這邊打出來的例句是 你想要保持身材苗條 那就使得你要減卡路里 所以你的卡路里的intake 必須要把它減掉一點點 ok減低一點點 少吃點卡路里 Right so keeping fit makes cutting calories necessary 我們就只是把x跟y帶進去而已 keeping fit是動名食堂開頭 保持身材苗條 make cutting calories 所以介紹卡路里 也是動名詞當成受吃 make cutting calories necessary 那把它用necissitates這個動詞的話 一樣keeping fit necessitates cutting calories that's it ok不是很困難嗎 甚至我們可以再多補充一下下 就是make something necessary 有的時候都可以把它變成一個 就它的make後面的受吃 你可以用代名詞把它取代掉 這個是很類似我們講的虛組詞的概念 所以這裡也可以說成 keep it fit makes it necessary to cut calories 也是ok的 所以或許我應該 這邊再把它稍微打一下下 所以這裡的cutting calories 你可以把它丟到後面 變成是不定詞的結構 這邊把一個it塞進去 那後面變不定詞 就變成是to cut 就這樣子 so keeping fit makes it necessary to cut calories that's it 這樣也是ok的 好 所以講到這裡好像差不多了 我們想講的大概都講完了 所以我們講的重點是daily necessities 剛剛說的日常的日用品 我們剛剛還沒講完後面的半句 所以前面這半句再度是跟你聽 so when young adults free up their budget for daily necessities that is rent and grocery they simply have more disposable income to be allocated to discretionary spending 所以他們就有更多的 可以自己處置的income 拿來去用在一個 他們自己判斷覺得是很重要的一些東西上面 right they have more disposable income 剛才講過這個字 to be allocated 來去分配到to what to be allocated to discretionary spending 所以照他這個說法就是disposable income 是一筆錢 在裡面你可以自己去做判斷 花在什麼樣的地方 所以你從裡面拿出一些東西來 當成你的discretionary spending ok的我接受 每個人應該都是這樣的經濟狀態了 我認為 要是你過的是一個正常的生活的話 不是一個太有錢或者太沒錢的人的話 你應該每個月都有一點點錢 可以拿來自己做使用 所以這就是你的disposable income 然後你怎麼花 就是你的discretionary spending ok Alright 我是Paul 我們下次見